就是我擅长的东西是什么 别人想看到的是什么 最后的是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可以去分享 我有什么可以去 要更多人知道的知识 早安 现在时间7点半 我们等下到9点的高铁 预计10点半回到新竹 大家现在记录今天一整天就在干嘛 趁今天一切让人开始之前 我现在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今天预计的行程 我今天早上7点起来 然后预计7点50分 等下要离开开饭店 因为我之前替别的演唱会 然后回来我1点半再睡 然后差不多8点多到高铁站之后 9点我要搭高铁 然后9点半到9点50 我要在高铁上面考离散数学 差不多10点出头回到新竹 然后我11点半到12点 要考巡考系统 然后奔回礼教大 然后中午我要去清大吃午餐 下午我要去清大演讲 大概演讲一个多小时 然后因为我明天要考完毕学 所以我预计我今天晚上要在24K度假数 然后晚上我们今天要上要开会 我现在要一张白纸 然后在高铁上要考试用 我们到高鲁了 冰箱高铁 我现在北上武 mans要考试的东西 还有刚要纸 我现在考完试了 我刚刚考试考到一半 我手我的电脑我录卖断掉 然后我手机突然边线上摩扫 所以我没有办法开除我的视频 我就来看 我现在到学校 我现在隔壁应该上课 所以想说我现在隔壁应该就是 我现在隔壁应该上课 你也跟着说得好 你跟着说得好 你跟着说得好 我过分了 PODO是整个产生当好嘛 对不对 我让产生的彩虹人写成这样之后 我下脑警察 但可我还是 我 就是我的电脑 费 关于最后一个交人法尤娜娜 你如果在我国中的时候跟我讲说 诶你知道吗 你之后会创造一个YouTube频道 然后你的频道有可能 接下来 总共会有快百万人去观看 然后大家会开始知道你是谁 然后你的讲话 会慢慢变得有影响 一个路人这样跟我讲 是绝对不相信 两小时光拍次数一 就是我自己 没有人在看耶 诶怎么奇怪 我想说YouTube不是大家都说什么 是一个很有流量的地方吗 怎么我剩下两个小时 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人看过 如果你要做影片的话 你要先找到你自己的优势是什么 给自己三个问题 就是我擅长的东西是什么 别人想看到的是什么 最后的是我有什么 我有什么可以去分享 我有什么可以去 要更多人知道的知识 有利跟有弊的 就是 被更多人看到 当然你的订阅次数 你的观看次数就长高了 可是你不能保证说 是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的影片 或是 所有人都喜欢你这个人 到我上大学 这件事只要被颠覆 因为我会觉得 我好像全力努力都追不上那些 用五十八几分 五十九几分 逃进来的人 我的课也已经搞到 都快要 扒在地盘上了 我真的还要去 坚持这些 对学分没有帮助的 这些事情吗 为什么 能不说 你是你 对 那是 ?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